继梁朝伟亲自前往泰国祭拜白龙王之后 29日环亚公司老板林建月一生束缚带着儿子林孝贤等 到达位于泰国白龙王庙拜祭定式的白龙王周青南 身为白龙王弟子的林建月或师母出门迎接 两人拥抱后师母伤心落泪 而林建月也在白龙王生前衣物前诚心上香 并得到白龙王女儿亲自加持 谈到白龙王生前的健康情况 林建月则坦言一直时好时坏 但一直有不少信徒求见白龙王 让他强大精神也要帮助更多人 师父一直都有时好有时坏 所以我们都挺担心 但师父一直都因为太多人来见他 你知道他一直都是很辛苦 但是他都是无论如何 他都想出来见多些人 帮多些人做事 所以我们都一直怨他 但是他都很不顾自己 他都顾出来大家都会见大家 而白龙王的离世更让林建月悲痛 若失去亲人 值得去劝慰师母保重身体 并许诺日后也会常来故地 我做弟子 当年是一个亲人罩 都是不开心的 所以我想我都要劝市母保重身体 希望可以好好地照顾自己 未来都会多些来吧 就是白龙王庙吗 都会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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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谢谢各位 东兴娱乐整理报道 都会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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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会来的